拿起茶壶泡茶,品名南投茶的好滋味 对这群来自美国的学生来说 是第一次也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美国德州领袖学校的老师 以及60位学生来到南投高山 学校安排一连串文化体验 接待这群难得来台的好朋友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能够把南投行销到世界 然后让世界可以看到南投 也可以看到南投高山 那希望透过我们特赦的这些课程 然后让学生在这种国跟国之间的交际 这交流的课程中有一个很棒的体验 用中文说出体验的感想 虽然有些语词还不太熟 不过这趟来台湾的目的 就是要学习中文 美国德州领袖学校 带着60位学生来台 进行两周的中文学习旅行 也希望借此了解台湾文化 在体验活动中 南投高山学生也在一旁协助 不少学生利用机会以英文交流 希望提升自己的外文能力 可以接触到他们国家的文化 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口语化的英文 就是之前都没有这个体验 虽然就是说语言可能会不同 但是他们也会很积极的 像是跟我们匕首画脚 还是用一些简单的单字跟我们沟通 英文的说跟听 就是在自然的环境中去形成 所以也对我们学校的学生 还有形塑外语的一个环境 是有一个帮助的 泡茶 煎麻薯 缝布偶 南投高山安排一连串丰富体验 希望让每位来自美国的学生 都能够留下难忘回忆 也让在校生可以借着交流 学习英文 记得猜卡南投线采访报道